此季科技大学组成国际志工服务团 在东南亚各国展开人文交流 透过亲身服务 健库之福 歌声 首语 这一天的新生 龙华老人院格外热闹 此季科技大学暑期国际志工服务团来访 孩子们用真诚打开长辈们封闭的心 我觉得照顾老人就像是 照顾小朋友一样 有时候跟老人相处 他们会比小朋友更像小朋友 所以要就是用一颗爱心包容性来对他们 面对陌生的脸孔 一开始有些长辈显得不自在 但孩子们不放弃 亲切与他们互动 阿公阿嬷也乐于接受大家善意的关怀 他们可能眼睛不好 看不见我们 耳朵也不好 听不到我们说话 可是我们用最真诚的肢体语言去跟他们做沟通 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们回应 所以能帮助别人的时候要及时帮助他们 在这边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家人会来 然后在这边真的是可能也没有朋友 那如果我们能多来这边 就是能够有人多来这边帮忙他们 或者是就是陪伴他们 那他们真的是就是在这里会比较开心 然后比较不会孤单 这趟人文行不值得大马 慈禧科技大学师生也参观了新加坡大爱人文馆 透过志工的导览看到更多美善故事 其实来这里是很不错 你可以知道更多慈禧做的事 有一些都是我们没有看见的 但是在这也可以看得到 参观完这个人文馆之后 对我们随团的同学来说 有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也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启发 让他们更了解到 慈禧这个大家庭是在做什么 那也可以让他们更了解到 他们这趟出门来是为了什么 国际交流 增广见闻 也让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做了最好实践 大爱新闻 这是美之公 综合报道